前半周的天气有点阴 正是非常像春天的日子 不冷不热的刚刚好 难得和老公一起从出租屋回来一次 顺便在家不远的地方找了家又大又干净的面馆 要了两份简单的面和饭 用他的话来说 吃了回家就利索了 可以好好享受了 但是回到家 趁着凉快 还有很多事要干 家里十一盆绣球都需要浇硫酸铝调色 还得每周交一次花多多 月季也要花多多 不仅灌根 还要喷叶面 风有点大 吹得甜梦被我剪短了的汁 有点承受不住了 老公负责把它们再固定好 终于忙完了 可以坐下来喝口茶 我又提议 我要练屯了 聊快的季节不多 不趁机多在花园里锻炼 享受 再过两个月 又要关到空调屋里去了 于是老公今天也来了兴致 终于翻出了他半年没动的跳绳 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这段时间 我找喜欢打网球的朋友 介绍了教练和场地 还准备拖着他去学打网球 必须要先热人生啊 朋友问我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以后可以打比赛 还是为了锻炼身体 我说其实都不是 就为了能找个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切都感兴趣的运动 这是我问了他之后 他唯一马上答应可以去做的运动 有竞技性 好玩 应该能坚持下去 这样每次我去运动 就可以拖着他 也免得他在家里拖我后腿了 就会拖着他 另外一边 知名都没用 就会拖着他 耳朵 然后再拖着他 这么一个人 就会给你多用 下次再问你 撈一个软件 有数损 最后 有 sparkling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傍晚有了些许夕阳的光照进厨房 这个时候在厨房开始忙碌 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其实做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蒸了玉米红薯和虾 做了一个多种蔬菜的沙拉 因为姑妈还给我们准备了 凉拌白肉和蒜苔肉丝 这一餐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了 夕阳西夏 飘满静音花香的花园餐桌 桃红色的甜葡萄酒 要依着甜蜜的浪 这就是我们平凡的一天呀 希望你也拥有 承作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 微微叫一阵阵欢歌笑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